我们今天开始 今天两节课 我们讲道德哲学 因为这方面的议题 不断的出现 课本没有 所以各位自己做笔记 我们要讲三个派别 康德跟亚历斯多德 跟功力主义 那我们还是从各位 熟悉的康德开始 在时间的顺序 这个三个要分清楚 康德应该在中间 最早的是亚历斯多德 不过我想亚历斯多德 我们比较慢讲 我们先从各位知道的开始讲 好 可能各位会知道说 什么是善 什么是道德 或许大家会说 我一定知道 但是如果你从 哲学上 严格的去问的话 事实上 没有办法告诉你 什么是善 为什么呢 因为至少 我黑板上写的 三大派别 他们对善 都有不同的定义 而且也都言之成离 但是呢 恐怕也没有办法解释所有现象 所以我想这两节课 各位可以做一个思考 虽然我讲的非常的简要 不过各位应该可以大概了解一下 今天光是我们要界定 什么是善的话呢 都还有争议 都还有争议 甚至于各位常常会说的公平不公平 到今天既然善没有定义的话 公平也没有定义 什么是公平的到现在也没有办法得到一个大家都同意的标准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我们回到 事实上哲学上的reality开始 就是说康德认为道德的标准是在动机 我们先把它的主要区隔 主要区隔来说明 然后下一论谈结果 那至于跟道德有关的人性论 我们等一下再说 我们先把它的每一个派别 它的大要做说明之后 我们再来看他们对人性论做了什么样的假设 做了什么样的假设 我们还是review一下 各位所知道的康德 我大概说一下 就是说康德认为 所有的道德行为 必须是从动机来判定 任何帮助别人 或者对别人诚实的行为 只能算是合乎道德的形式 我想人的行为的reality 这两个是非常 到今天没有办法解决的 就是说一个行为真正的 真正的源头到底在哪里 到底在哪里 好 康德的例子 各位应该听过 就是说一个早点老板 对所有顾客同手无欺 康德认为 他就是符合了道德的什么 刑事 道德的刑事 可是道德的刑事会骗人 对不对 因为刑事只是外表 刑事只是外表 所以它不等于 不等于当事者有这样的一个动机 这个动机 就像要骗人的人 外表一定是弄得非常的真 外表弄得非常真实 包括我们的很多的诈骗电话 你如果不小心的话 很多人会被骗 我想我们每个人 一辈子多多少少都被骗过 就是说他的appearance 他的外表可能看起来是真的 但是康德说 这些外表的形式不能当真 这些所谓外表形式不能当真 一定要去追究他有没有善意 所以我们 他的动机就是说 他认为善意是绝对的善 在德文 德文是Guitter Village 所谓的善意 他认为善意是绝对的善 任何一个行为 如果不是出以善意的话 即使他带来了良好的结果 在康德认为 仍旧没有到的价值 这个我想在日常生活里面 偶尔还是会有 偶尔还是会发现 就是说 你发现有些人居心不良 但是后来造成良好结果 但是康德说 只要他不具有善意 这个行为就不能算是善行 就是说对方如果不是真的要帮助你 他可能要害你 但是可能要害你 这是康德的一个认证 就是说呢 他在哲学认证上 完全以动机来当作绝对的标准 当然这样的一个说法呢 是非常的极端 但是他有逻辑上的一致性 就是说康德的认证 在逻辑上是站得住脚 因为他坚持 坚持动机 这是绝对的标准 当然这位善意呢 是所谓的意志力 我们上礼拜强调了 就是说任何的善行 一定要出以善的意志 所以他是算唯心认 他认为我们心灵的一个绝对基础 我们的源头是以心灵的意志 作为绝对的基础 绝对的判准 必须是以意志 作为绝对的判准 而不是我们行而下的感官 等一下效益论 他就不谈意志 等一下不谈意志 一个行而上一个行而下 这是非常有趣的一个对比 不过各位要去失所才知道 先站立一下对刚刚康德的说法 因为你们听过了 我想我就讲得比较简决 好 那康德的部分 这三个我会交叉 因为对比吧 这样各位才比较容易了解 所以从康德的这一个道德理论 基本上呢 他是强调动机 好 我们先跳到效益论 这个在以往叫功利主义 但是今天哲学界呢 已经不用这个字了 因为这个字啊 在中文里面已经被误导了 功利主义变成是自私自利 我们先来看一下啊 这个效益论是英国 从边庆到米尔 边庆啊 边庆啊 欢迎早期的边庆 然后到小米尔 Yang Stuart Mill 那是Jerome 这个在中文的翻译 我们把中文翻译 各位 好 那边庆呢 他们的这一派啊 他认定 他说动机谁知道 一个人他的行为的动机 基本上我们不是当事人的情况下 不可能知道 那如果即使从弗洛伊德的角度来看 即使当事人也未必知道 因为行为的源头可能是什么 潜意识 那是另外一个回事了 我们现在就从这个边庆他们 从效益论 效益论来批评 为什么叫效益呢 它就是从consequence 那效益论呢 它就说 第一个 动机我们看不到 一个人的行为的真正动机呢 是在他的心里面 他的是不是真心诚意啊 基本上我们很难判定 当然我们看人的话 或许某种程度可以 在经验上可以看准 但是基本上 我们是没有办法全然的宣称说 我知道你的动机是什么 因为任何内心的动机 都只能是推论 就是说我们要察觉什么是动机呢 在方法上我们只能够用推论 对不对 我们只能用推论 所以呢 效益论它就完全否定 从动机的角度来判定 行为的好坏 它说啊 如果你说一个行为是善行 那一定要带来良好的结果 这个结果呢 这个结果呢是良好的结果 这个Consequence 它意思说什么是good嘛 因为道德就是good的意思 那这个good呢 康德把它界定为good willing 就是所谓善的意志 这个在德文呢 它叫善的意志 但是效益论呢 它说不是 善的意志我们看不到 我们应该要看善的结果 所以他把这个good解释成善好的结果 那什么是好的结果呢 效益论他们就说了 好的结果一定要为人们带来幸福 它一步一步啊推延 那人家又问了 这个幸福当然是happiness 那什么是幸福呢 幸福就是要带来快乐 快乐 所以效益论呢 它述诸于快乐主义 快乐主义它英文有专用名词 Hedonism OK我们这两个派别呢 你可以很明显地看出来 一个数字以形而上 唯心论嘛 当然这个也 这个也未必是唯物论了 不过它数字以形而下 我们先把所谓的功利主义 你们听过的功利主义 效益论再讲一遍 我想我们在讲reality的时候讲过嘛 一个行为的真正本质在哪里 就是说康德认为 行为的真正的本质是 一个人的善意 当然这是一个心物二元论 心物二元论呢 认为心灵 心灵是一个绝对的基础 所以唯心论呢 认为从迪卡尔以来的唯心论呢 认为我们心灵是所有行为的真正源头 真正源头 所以康德呢 他认为动机才是绝对的判准 但是很不幸的就是说 动机是我们看不到的 动机只能推论 所以效益论呢 他就摆脱动机 他说 你如果说一个行为是好 那一定要带来好的结果 那好的结果一定是行而下 一定要看得到嘛 对不对 那什么样看得到呢 他认定 他就把这个好的结果呢 解释成说 要带为人们带来幸福 但是那这个并没有说是当事人 并没有是一个行为者 他是在为大家 我们等一下再讲他的道德标准 好 那人家一问啦 幸福有点太抽象吧 事实上在亚利斯多德 他也是认为 道德行为的目的是幸福 这个等一下我们在两边再来比较 亚利斯多德也是认为 一个德行的结果是幸福 好 那 效益论再把这个幸福啊 化约成快乐主义 快乐主义就是为 显然是我们 这个他的快乐应该比较 比较像是心而下的 当然也是有心灵的快乐 那个等一下再说 我们先把这个动机跟结果 先做一个对比 好 先暂停一下 这样的说法 有没有听懂